我們開始的題目 若袋中有三個紅球 兩個黑球 一個白球 記為紅1 紅2 紅3 黑1 黑2 白 從袋中認取一球 觀察其顏色 那麼提小題呢 請寫出此試驗的樣本空間 那我們直接在後面作答 這樣本空間我們以U表示 那麼因為取出的是一個球 那這裡面總共有這些球 所以呢 取出一球可能就是紅1 或者是紅2 或者是紅3 或者是黑1 或者是黑2 或者是白 我們回答這個答案 第二小題 請寫出取出紅球的時間 那麼因為第三小題呢 這裡有令A 表取出紅球的時間 所以這裡呢 我們直接使用A 來表示取出紅球的時間 那麼 這是紅1 紅1 紅2 紅3 我們回答這個答案 第二小題 令A表取出紅球的時間 B表取出黑球的時間 B表取出黑球的時間 請問A小題 AB兩事件 是否互刺 那麼這裡呢 B 這是取出黑球的事件 所以呢 這裡我們寫 黑1 黑1 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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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看到這是A事件 這是B事件 那A跟B的交集呢 是空集合 所以我們回答 這AB兩事件 是否互刺 那我們就回答 是 這個答案 這個B小題 事件B 是否為事件A的余事件 那麼 在這裡呢 我們用U 去 扣除掉A 裡面的這個元素 留下的是 黑1 黑2 和白 並不是黑1 跟黑2而已 所以呢 我們直接回答 這個是 否 這個答案